另外光复乡代表针对乡内道路路牌老旧赃屋 甚至方向歪掉都有 提案三年多来却都毫无动静 完全没有改善 再加上花莲唯一内陆型国家级失地的马太安失地 园区环境景观杂乱无章 多位代表看不下去轮番上台质询 要求乡公所提升乡内油气景观 光复乡生态景观多样油气资源丰富 堪称花莲中区的观光油气重镇 不过在油气设施与环境景观的维护与营造 向代表们认为光复乡公所不及格 不知道乡长有没有去看一下市地 这次的违规台风造成水灾 整个光复乡的街牌路牌 都要更新 那经过了三年到现在还没有着陆 乡内道路路牌 张乌老旧甚至还歪掉 搞得外低客迷失方向 乡代表提了三年多却完全没有改善 那也就罢了 堪称花莲县唯一内陆型国家级失地的马太安失地 只见环境景观杂乱无章 多位代表是看不下去 轮番上台咨询 要求乡公所提出具体规划方案 提升乡内的油气环境品质 市地有什么好玩的 所以我觉得市地那边可以稍微的整理一下 它种种花 种种 尤其是荷花啦也好 市地梦想公所没有编钱 只有一个编 五千多块给它租金费而已 其他没有编 好像没有 因为市地 你现在农业都又放在那边 你不编了可以吗 广播相待会关心乡内游戏景点环境的营造与维护 轮番质询提出建言 乡长林清水表示徐行受教 包括农官客 圆明客 已着手推动规划 明年度路牌改善设计 而至于马太安市地景观营造 目前农官客也结合辞大 在保有限地自然生态环境之下 进行相关的盈役规划 提升光复乡的旅游环境景观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暗号